大家的相處都非常的融洽的感覺 感覺好像不只這家是這個地區 大廠都是有經過挑選的 所以看起來會特別漂亮 好吃耶 好好吃喔 就充滿膠質的感覺 它裡面的滷汁真的是一滴棒 哈囉大家好 六一 哈囉阿寬 今天呢是我們的在地系列 到了彰化的花壇 你對它有什麼印象嗎 我以前上學必經的路 真的假的 因為花壇在園林跟彰化的中間 我只要去園林都一定會進過這裡 所以你通常沒有這樣子進來過的裡面嗎 沒有沒有沒有 什麼吃什麼東西都沒有 沒有第一次來裡面 就是這樣咻過去 對 好OK 那我今天呢其實有找了很多的美食 它其實有包含一些主餐 還有一些飲料之典型 那我們今天呢就是移移去攻略它 要先去一個市場對不對 好像在你後面 沒錯就在後面 好啦走吧 首先呢第一家我們來到的是安昌肉園 那這家店呢它其實網路上面是寫說 大概是中午會結束營業 對所以呢我剛才大概是十點左右呢 我有打電話先來預訂說我想要肉圓 結果呢老闆娘好像說太忙了 所以他不小心賣掉了 我就沒有辦法吃到 這很可惜 因為它其實是已經在第七十年的老店 所以呢我今天有點是為了它而來 來造這個花壇的 所以我就覺得喔好可惜喔 我今天吃不到 但他說它這裡其實還有賣一些文化粿啊 還有一些清湯等等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也可以來吃吃看 但是我今天其實就是為了肉圓而來 我沒有吃到那我就 這間我就先PASS 大家有機會自己來吃吃看喔 那我們來下一間囉 然後我們第一家呢來到了幸福麵線 又有一點這個是小碗的大廠 因為他們說他們的鵝還已經賣完了 然後這裡有一個空碗 單點的那個大廠嘛 聽說他上網查說來這裡在地人都是點一碗這個小的 然後再配一碗這個 因為有人要說他們的大廠都是我經過挑選的 所以呢看起來特別漂亮 我們剛才確實它每個大廠都是很大塊 然後顏色呢就是還滿淺的 就感覺還不錯 然後呢我剛才是一定把整一碗的那個大廠倒進來裡面 所以呢我現在這個是MIC版的大廠麵線 這是大廠麵線 double大廠 但我覺得剛才這樣吃起來沒有什麼特別突出的味道 譬如說我們之前在台中我們特別喜歡吃蒜味滿滿的那種味道 誒對說到這個它這裡的調味料就是沒有蒜 不過它厲害的是烏醋 沒錯 所以呢我剛才有稍微加它的烏醋 加完烏醋之後呢我覺得它的味道是有比較提升一點點 因為通常我外面吃大廠麵線 我是不可能會碰烏醋的 但我想說呢入盡水俗 我們就是一定要先加烏醋看看 然後它裡面的內容物呢有筍絲木耳絲還有香菜 所以如果你不愛吃香菜的話 你要跟老闆說你不吃喔 不然它的單點大廠跟它裡面原本都會有香菜的 我經過甜味之後我覺得它那個酸度了起來 然後還有加上他們桌上的一些辣椒 還有胡椒粉全部夾在一起就很讚 而且它的勾芡很重 然後它其實沒有蒜頭有個優點 就是你吃完你嘴巴不會有那個臭臭的感覺 那它這家店還是已經開很久了 大概是30年起跳 那它是在市場的外面 因為他們這裡的店員啊 跟一些客人大家的相處都非常的融洽了吧 感覺好像不只這家是這個地區 就是我們剛剛遇到那個老闆娘就是第一家的 然後她要在打電話的時候呢 我們全程都是用台語 然後她就跟你說 妹妹要跟你說一個關聯 你只要有電話來我都跟你包過啦 對 啊結果我們到現場怎麼賣完了 搞不好騙 天下死 我現在趕快吃一吃 因為他們很多店啊 都是到中午就會休息 然後我們現在的時間呢 是11點45分 沒錯 加速加速 我們被這個人生認出了 然後老闆娘全部都圍過來 就說哪裡哪裡好吃的 大家瘋狂推廣那個花壇的模式 水裡搓 超可愛 你看 我們現在呢 剛吃完那個麵線攤 然後那個老闆娘都很熱情的幫我們指導說 我們下一步要怎麼走 沒錯 她說我們今天行程用走的都會到 體會出那種花壇在地的感覺 他們以這裡為榮 就是非常的歡迎你來到這個地方 他們都會放下手臂的事情 就是他們都跟客人是好朋友了 那我覺得剛剛那個麵線其實它的烏醋真的是必家耶 我自己吃完之後覺得那個烏醋的味道跟其他家 一般的烏醋不是那麼一樣的喔 有點東西有點不太一樣 喔喔關門了 因為它寫說今天道路施工師 15號16號休息 喔它這裡有讀起來啊 對 它這家其實也開很久 它開了50年 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呢 來這裡也可以來這裡吃吃看 下一家呢 我們來到了阿和的斜對面 這就是阿弘的烘肉飯 那這家店呢 其實也是當地非常非常有名的 然後呢 我這樣子全部點完 我就是點豬腳飯 豬腳的話是70 嗯 飯一碗10塊 然後飯的話 它是15元 它合起來就是95塊 那它這裡還有這個清湯 可以免費讓你沉這樣 而且我剛才看到它的豬腳 真的是兩大塊耶 我覺得很可以 你看它這邊的豬腳 它不是完全都是皮耶 它皮裡面還有一點點的肉 所以它吃起來的話 不會很油膩的感覺 超容易脫骨的 對啊好嫩喔 我剛才已經有稍微吃過了 我覺得它的飯呢 就是偏有嚼勁的 比較粒粒分明那種 對 飯比較硬 對 讓它的豬腳 非常非常的嫩 好吃耶 好好吃喔 就充滿膠質的感覺 它裡面的滷汁真的是一級棒 飯可以不要點 豬腳一定要吃 真的 但是我覺得豬腳一定要配著飯吃 不然可能會太鹹吧 我覺得還好耶 彰化人吃豬腳長大了 吃焢肉本長大了 因為怕太鹹 對 它其實這裡有賣一些焢肉本啊 對啊 我老實說啊 這家店的環境 我自己來的話 不排便我是不會進來的 我覺得疫情期間啊 大家做得有點近 沒有 但它這裡都有隔板 自從我來了這次之後 我覺得以後經過我要吃午餐 我就會來這裡 對啊 這很可以 對 它是有一種 美食大於環境的那種感覺 對 然後它這裡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他們的炸蛋 這是要直接吃的是嗎 不是不是 你要加到飯裡面 喔 這樣喔 加進去 好 給它戳破 戳破 對 哇 好衰餓啊 它是要這樣吃喔 我差點以為我要直接把炸蛋剋了 很可以 我覺得它的蛋也很好吃 因為它外面有點脆脆的耶 它是用炸的 它的醬汁好吃 它的意象很像是 我們去吃碟板燒 然後碟板燒 不是會加十塊的蛋 他們都會用那個醬油 的那個味道 然後它裡面的蛋啊 它是半熟 所以淋在飯上面超級 真的好吃耶 優秀 難怪今天那麼多人排隊 真的不是沒原因的 終於是它旁邊 還有停車場還有加油站 這家我真的 下次會來的花壇 我必吃了 真的 大推大推 我會一直在這裡 我要回到大家 你一直在等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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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下一家呢 我們來到了的是 水利桌黑白切 那這家店呢 它其實厲害的 就是顧名實意 黑白切 那它這裡的黑白切 就真的是黑白切 因為你就是肯老闆說 你會喜歡那黑白切 你都知道是歐白切 其實你也可以指定 但是指定的話呢 價錢就會比較貴一點點 但我們這就是有點像是隨機的拼盤這樣 那我們現在呢裡面的料啊 其實因為它這不是黑白茄 所以我們其實看不太出來是什麼料 就是一些腸子類啊 然後還有一些豆芽菜 另外呢我們還有點了一個 就是切仔麵 切仔麵的話小碗35元 我覺得它的份量其實蠻多的 它的麵裡面好多 一直撈一直撈都是 它的麵有點像是那種古早味的那種 醬油麵的感覺 這味道吃起來很像我媽會煮的那種家常麵 就是很像醬油然後拌麵這樣喇喇的那種感覺 就是很古早味的 我覺得很好吃耶 純粹的美好 純粹的美好 那我覺得豬油渣還是吃起來很特別 我第一次吃到豬油渣 豬油渣吃起來還是有點脆脆的感覺 很像餅乾 對 有點類似 然後吃起來口感有點鹹鹹的 它有加在麵裡面 所以它會有點被浸到有點濕掉的感覺 對對對 不過還是會保有它的一點點脆度 阿寬很喜歡吃這種不簡單的麵 因為我們之前有拍過一集是大理的 它裡面有一個就是煤麵 原來就是沒有什麼調味這樣子 對啊 就吃醬加麵就很好吃了 你可以這樣子一直吃這種麵 我會滿省錢的耶 都不用幫你加入之類的 我試試看可以耶 然後再吃個黑白菜 這黑白菜多少錢 50塊喔 60塊 對 它會看你說你想要大中小啊 會有不同的選擇這樣子 那我剛才其實一來這裡我有問店員說 欸 我好查到一家飲料店 那飲料店呢還是寫說 在這家店的附近 或一家小小飲料店 我不曉得說到底在哪裡 它還特別有幫我們走出去說 欸 它這邊有開了 它點三點到一半喔 那它就直接離開我們的視線 跑去外面幫我們看飲料店 其實不用那麼麻煩 但是它真的是很熱情 很可愛耶 從第一家那個老闆 放下客人幫我們指路 到這家放下客人去幫我們看飲料店 這種感覺很好笑 真的 超級可愛的 那我覺得這家店啊 它的環境其實還蠻乾淨的 然後它的電膜扇就是還蠻涼的 喔 蠻涼的 旁邊還有一個冷氣 所以夏天會開冷氣這樣子 而且今天是大熱天 我們還可以這樣很舒服的吃這種熱熱的東西 對 滷味的部分 黑白菜的部分是有點涼寒 就比較常溫的感覺 它好像沒有再熱過 不過就是它的醬 把它的味道蓋得很好 沒有什麼其他特別的辣味啊什麼的 就是簡單的 簡單 真的簡單 就是在地的口味 好吃 吃飽走出來了 給大家看一下 我的左手邊呢 就是我們要去的飲料店 就是那裡 一層氣球花藝 好酷喔 它那邊是賣飲料的 然後裡面就是 一些手工藝的 婚禮啦 婚禮的東西 對 所以我們剛才有問老闆說 人家好像說你們的營業時間 比較不太一定 他說對 因為他們這裡其實是用賣婚禮的東西 它主要還是在這裡 對 然後偶爾會開一些飲料店 對 還是我們也來這樣子 乾杯 我們剛剛喝的呢 就是檸檬紅茶跟六一的珍珠奶茶 那他們這邊呢 檸檬紅茶是使用一整片檸檬下去做的 所以它的檸檬紅茶是分類在水果類 而不是茶類 就是他剛才在點的時候 他點的是微糖嘛 然後老闆有說 他們這裡的微糖呢 會特別的酸 所以會要稍微提醒你一下 對 然後我這裡點的呢 是他們這裡的招牌 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一杯45塊錢 它裡面的珍珠呢 軟硬度我覺得剛剛好適中 但它裡面呢 比較特別的是它的奶精 跟外面的奶精 是不太一樣的 我覺得喝起來的是 比較清爽的感覺 比較順的感覺齁 喝起來比較不會那麼口渴 那老闆他剛才啊 就是有推薦說 他們的奶蓋很好喝 然後還有他們的清茶 所以大家有機會 也可以來喝喝看 他們這裡的特色飲料 沒錯 那我剛剛忘記說了 這杯是50塊錢 然後我們來的是 純粹T 它之前是副業 然後本業是這邊 對 超酷的 而且剛才老闆呢 他剛才突然認出我們了 他說你是不是阿寬 終於是我被認出來了 不然大家都說是六一 對 然後剛剛我們還有拍照啊 之類的 我覺得真的是很有人情味 非常喜歡 花材很棒 對很棒 好那我們現在呢 稍稍去開車了 好那我們剛才呢 吃完黑白切還有喝完飲料了 那我們現在要去開車了嘛 那在開車的路上呢 我們又經過一個市場 那它其實啊 它旁邊還有一個阿萊羊肉 因為聽說它裡面的羊肉麵線很像 也還蠻厲害的 但是呢我們今天已經吃了很多主餐 所以我們想說下次我們再挑戰它 大家如果有吃過的話呢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 來到的停車場呢 我們這次停的就是一個 茉莉夢想館的一個停車場 它這樣很大一個一次是50塊 那在市場附近還有一個是立體的 立體的話它這樣一次是算小時的耶 是30塊 但是我們剛才要進去 結果它好像被我們封住 反正就是我們這繞了一圈 只有這裡好停 然後這裡還可以進去裡面逛一下 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來的話 可以停這裡 就是我們大概五年前有來這裡約會過 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 我記得 真的嗎 我們來到了最後一家文德宮 它旁邊有一個豆花店 是一個小攤販在那裡 好那最後一家呢 我們來到了文德宮旁邊的豆花店 我們點的口味呢是中和的 它裡面有四種量 總共是40塊錢 剛剛我們在選菜的時候啊 它有圓仔的口味 花生口味 還有豆花口味 對 我每個都很想吃 那就是很古早味的糖水冰的那種味道 它就是很大塊的清冰在上面 然後淋一點點那個汁 那個汁的話應該就是糖水吧 黑糖水吧 因為我小時候都會去買清冰 就那時候10塊錢就可以一包 我覺得小時候啊大家心裡面應該都會有一種印象 就是你小時候的冰的口味這樣 好啦那你覺得這家吃起來還行嗎 豆花味好好吃喔 它的豆花味不是因為它泡湯的關係 因為它本身的豆子散發出來的味道 它不是我們所說的那種糖原的圓仔 它是這種有點圓柱體的 這個很像手工的吧 我不知道 這種形狀的都是手工居多啦 我猜 我剛才吃起來啊我覺得 可能是因為我們點中和的 所以它的紅豆味好重喔 對 但我自己的話對紅豆比較普通 所以我覺得下次我點的話 我應該就是選擇自己喜歡吃的料 不然就是純豆花也可以 它是在文德宮旁邊 所以如果你是有來拜拜的 還是有參榜的話 你可以順便來一碗這個 然後在這個樹下面蠻陰涼的 但是它這間店啊 跟我們剛才吃的距離有點遠 大概要開車10分鐘左右 差不多喔 嗯就是要遠離那個地方了 沒錯 好那今天呢 一起來給大家稍微做一下通證 好我來吧 首先呢第一家我們去吃的是 幸福麵線 自己心裡面的評價就是 麵線的話如果它是原味的話就是還好 但是如果你無處一家去就是非來不可 然後他們店員呢也都是很親切 現在家我們去的是阿宏的控肉飯 我們點的是裡面的豬腳飯啦 我覺得它的豬腳真的超級讚的 它是我們今天的MVP 黏而不膩 而且你稍微用筷子一用它就會完全化掉這樣 我們剛才其實有發現實的動態 大家就有說哇那家超級好吃 然後他們的湯呢好喝到會讓你流淚 嗯 但我們剛才是喝免費的 所以可能喝不出它的精華 沒有流淚啊 黑白切的話呢我覺得可能是因為它擺在 我們太強的後面 所以就覺得欸比較收手 我覺得他們全部的特點都是很親人 很和善這樣子 對就是人情味非常的濃 超級重的 然後它的麵啊你剛才說還蠻好吃的對不對 看起來沒叫東西但是味道其實很重 就是一碗35塊錢 對也是算煮早味的麵 那在黑白切旁邊呢有講飲料店就是純粹 我覺得下次大家可以喝看老闆推薦的奶蓋 因為他一直推薦我想要喝奶蓋 對對 但是我們今天就是比較不太想 因為太熱了 那如果有婚禮需求可以去找他 沒錯沒錯 最後一講呢我們就是來到了豆花店 你有什麼感想呢 我覺得它有點像是台中清水那個紫雲眼 外面不是有那個阿婆的愛玉冰嗎 喔對就有點類似齁 就是你來這裡參觀或者是來花旦附近玩 就是它會變成一個 一種很有名氣的感覺 就是會讓人覺得 雖然小小一碗 但是會覺得很滿足 因為通常大家去外面玩一玩 或者是路過來的時間都是下午左右 像我們現在就是剛好兩點 兩點吃這個最適合了 沒錯 好那我今天其實還有很多都還沒有吃到 我一一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要補充一下 就是我發現它的那個圓宅不是手工的 因為我剛剛看到它的機器在那裡 沒關係 但是我覺得吃起來很好吃 好吃 那大家有什麼清淡也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再見 再見 friends ép